封雲 寶寶場有沒有加減? 沒有加減? 我叫Ivan 合和雞鴨應該是第三代的 由我爺、由我爸爸 現在到我了 其實當年我已經有 glock市場 真是長時間在這裏 就是零八年開始 這個是我爸爸 在這裏的主老人 我負責撿頭撿起這瓶水 因為我跟師傅那時已經光顧他爺爺 我們用料最重要是貨源穩定 雞肝 雞肝我們要做金錢雞 如果正常不要計算有疫情 大概200至300隻 都是主要供應給附近的西餐廳 這間有大半世紀歷史的上環雞檔 一直有供應新鮮的雞給附近的名店 近年還越來越多西餐廳 例如Berlong、Louise、燒鳥名店 Yabert Toritama都是他們的客人 兒子就打架 要來越來越來越多西餐廳 阿森佩拉 很好 很好 看起來很好 謝謝 我還是教他 他說英文 他可以講 職業 沒有分貴錢 最後一個小學 找到錢 覺得自己舒服 OK 謝謝 給我一聲 給我一聲 給我一點點 看看你如果需要更新鮮的雞肉 我們做了一個測試 有一個測試 有七七雞肉 五五 中間 香港 這次測試 大多數人喜歡這個 因為測試 因為測試 因為大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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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到30多個國家 去煮Yakitori 這是最好的雞肉 最重要的是你能控制它的脆 沒有更好的雞肉 香港雞肉是最好的 很多人會帶我來找我 這幾年多了西餐 這些是雞切完雞腿出來的雞殼 餐廳會用來拿湯或雞汁 以前中國酒樓都會用多一點 現在變成西餐用多了 這些是Torvetama用的雞蠔肉 每一隻雞只有兩粒 就是在雞腿和雞身的位置 只是這粒肉的東西 很滑的 很好吃的 就是在這個和雞腿中間 你會堆到很悶嗎? 不太悶而已 今天我的雞都在這裡 平時如果真的旺的時候 有這麼多 這是TripleYellow 我們用的尺寸是1.6kg 我們沒有用的雞肉 只有頭部 我們用的雞肉 我們用的是TriYellowChicken 我們的豉油雞 它是剛雞有兩斤半 太細又不可以 太大又不可以 外國廚師來到香港 看到這些雞是很興奮的 因為他們外國的雞全都是白賴賴的 你怎樣焗也好 都是白賴賴的 你真的要加色上去的 但是香港的三黃雞 如果是層皮下脂肪 夠厚 焗出來 他們的雞的顏色 全部都很漂亮 曲覆裡面的雞的顏色 這隻就是三黃雞 最主要是黃毛 黃腳 和黑色的尾 連皮底下都有脂肪 焗出來的顏色就會很漂亮 這隻相對地沒有牌子那麼黃 可能就是皮底脂肪 沒有那隻那麼豐厚 Ivan 每天凌晨4時起床 回舖後就把前一晚收到的訂單寫在板上 給伙計知道當日要切多少隻雞 分多少個部份 每一個伙計都是身兼多職 至於有些需要全雞的餐廳 例如Bellon 和Louis 就會經Ivan 爸爸先挑選第一輪 再到Ivan 挑選第二輪 確保雞隻表面沒有破爛 等一下 不好意思 喂 東哥 好 六隻雞 廚房兩隻 好 拜拜 連香六隻油雞 兩隻炸雞 有不同要求的 Bellon 那隻雞 不可以大約1.4kg Yardbird 就不可以太細 你要去到1.8kg 以上 即是3斤重 好 接下來 我就要再分給Louis 和Bellon 這隻是Louis 用的一隻尺寸 這隻細身的 就會是Bellon 用的一隻尺寸 我想一隻雞給兩個人吃 兩間有共同點 就是不可以穿空皮 Bellon 每樣東西都在 如果這裡穿空的話 它就會砸爆 所以每一個新的客人來找我 我都會問他 那隻雞是怎樣用的 剛才開門之前半年 我們已經在試菜 除了要它的肉質 皮之外 它還要切出來的成數 因為其實你也看到 雞殼這麼大 基本上他們做Skewer 即是做雞串燒 他們根本是不得太多 所以成本會變得高 所以他們試完之後 到最後用最大的 外國廚一定要 雞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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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沒了以前我小時候 聽到農村鳳翼沒有了 雞翼還起骨頭 現在很少做這些 這個師傅做到的 這個師傅 如果你吃過蓮香霸王鴨 我想我們過去 蓮香買的霸王鴨 穿了八成是經手 退了一塊骨頭出來的 這個都三十多年了 以前是他載著我送貨 現在到我和他送貨 就經常看到我載著他 一、二、三、四、五個 加上我和爸爸 他十六歲入行 現在是七十二了 剛剛過了 每一天都要下來 他坐在家就會生癢 我沒見過他懶惰過 每一天都是這樣 坐不定 爺爺的時候就在廣州做 戰前我爸爸就來香港 在西環士美菲露的雞串 做了幾年就去中環街市 到我1963年就出來跟爸爸 到2007年因為市區重建 又收購了 我來街市這裡 留教我哥做湯雞 全部湯雞都是貨的 其實和爸爸分工 他負責在店裡多 以前他就到處走 現在就到我到處走 很多年前爸爸 不知道是看風水 還是一個朋友認識風水命理 他就說 你滿手血腥 那次這個故事 就在想 好不容易兒子接手 還要他們滿手血腥 那次他就說 要湯筋 就交給他多幾湯 到現在我是沒有湯雞 內叔 早安 早安 過不過去讀書 過錢 他就有一天跟我說 你讀書會考 應該哭不出什麼 你兩個弟弟去讀書 那你過去嗎 你不過去呢 你就去街市幫忙 然後入大學 讀了四年 在那邊都留了一陣 嘗試找工作 都做過一兩份 但都覺得 好像香港好些 還有那時候沙士 當時都很慘 然後爸爸說 不如回來香港去逛逛 留下來都好 都去大陸做了一年 最後我是不喜歡 走上走下 他說 你回去就繼續 你不回去就不做 那就不要不做 還可以有一個 挺好的生存空間 他其實自己知道自己 什麼事 喜歡玩 我說你做不做 不要緊 看著火技出門 以後你永遠都要掛眼 知道火技的 小時候就有長短 湯雞的學問 不是說看著它 手邊一眼而已 其實看得差很遠 有榨子雞 有白切雞 有煲湯雞 有燉湯雞 如果你把瘦雞 做炸雞便不行 じゃあ肥雞 怎樣肥雞 豬肥雞 煲湯肥雞 看著這些 做 五花半盆 我爸說 即是他太麻 雞鴨鴨 是一件爛麵臘來的 哎爛的 不要穿的 到江東時候 爛麵臘都放肌著它 不會飽死 不會餓死 起碼都要穿衣服 我坐不定了 以後我坐定很大件事 應該都是不舒服的 你看我一升也不搭 小時候我已經偷雞玩馬仔 在加斯達的人當然有些 不多不少也有些壞習慣 曾經都有些大的 後來發現應該是一個遊戲 每天都好像開派對一樣 有多人見 有多不同的東西 看到、聽到、學到 其實做街市挺好玩的 看你接不接受到 自己做街市的 做得雞鴨 你就要預備雞鴨老的生活 不能再演夜生歌 1998年之前 過了萬檔雞多 昨天有八千多 家庭是四千多 一家是百多 百多檔有雞鴨 我自己沒有小朋友 就算我弟弟的小朋友 想做我也建議他 認真清楚 正常都不能再正常學業 還要按鈴鐺